家庭养花有虫子怎么办呢 用它杀虫水乳剂 它是一种液体性的杀虫剂 它的用法比我们平常用的杀虫药 好用多了 简单多了 你不需要再拿粉剂去调配 也不需要拿液体的浓缩剂去稀释 有了它 哪里有虫直接喷哪里就可以了 它是免稀释的 什么花都能用 家里的大部分花卉虫害都能够杀别 所以把它买回家是很实用的 它对虫子是高毒的 但是对人是低毒的 它具有氨菊脂和氯菊脂 可以阻断昆虫的神经传递 让昆虫快速的凋亡 直接喷洒到你花卉有虫子的地方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常见的芥克虫 牙虫 你只要看到它 直接喷上去 喷一次就见效 比如加利养的月季喷灾 一般是虫害的高发区 如果看到叶片上有虫子 你直接拿起它 然后呢 直接喷洒过去 这样它的叶片覆盖上药品就足够了 接着呢 把它倒过来 喷洒一下叶片的背面 因为很多虫子的虫卵和幼虫 它喜欢藏在背面 正面喷一下 背面喷一下 很快就可以将虫子一网打尽了 它这一瓶呢 足足是500毫升 如果家里养花养的不多 这一瓶啊 够你用很久了